在斧陵的大明楼后面有一座月牙城 在月牙城的正中间有一个琉璃制的影币 被称呼为月牙影币 月牙影币上雕有十一朵牡丹花 在传说中这十一朵牡丹花代表的是清朝的皇帝 因为牡丹花是花中的王者 是巧合还是历史上后人的杜撰 这也许永远是一个谜 就是这个吧 就是这个 对面就是宝顶了 这个是一个月牙形的造壁 这月牙造壁一会儿挡在侧面的墙上能看出来 这造壁当件有一个画 这个院也被称为哑巴院 就是当时建造这个地宫的时候 雇了一堆哑巴 因为哑巴它不能把这个秘密说出去 也有人说是给他们吃药之后 他们就没失去说话的功能了 就变成哑巴了 这个是一个琉璃造壁 琉璃造壁上有十一朵花 后人把这个造壁说的很悬 说这些花相整着每个皇帝 其中有一二三四五六七 这七朵花相整着长寿的 超过五十岁的那七个皇帝 因为在努尔哈市之后 一共有十一位皇帝 有两朵 含堡玉放的 在右上角 和左上角 然后还有两个花骨头 在中间的左侧和右侧 活过五十岁的皇帝 都难见 第一个咱们冲头数 有皇太极 有康喜 有用政 有乾隆 有嫁庆 有道国 还有宣统 这七个皇帝 其中的 含堡未放的 有两个皇帝 这两个皇帝 就是众年 早逝的 先逢和光绪 下面这两个花骨头 就是登记不久 年少时候就要折了 这两个皇帝 是顺治和同治 然后非得把这个解读成这样 但是我觉得这可能是历史的一个巧合 后人在这样解读过程中 好像看起来还比较合理 就是这么一个非常有趣的事吧 对啊 并不一定是历史就安踏这个竞争种 因为这个永碧桥是康熙年间秀的 并不是努尔哈赤 他自己给修建的 寓意他清朝之后的那几个皇帝 对但是确实是三百多年了 这个不是后人秀就可以 要是后人秀的 这个司机多画 司机多画的话 那的话就更不可信了 就确实是当年康熙时候秀的 几百年前秀的 主要是映摄了这个庆朝的这些皇帝 在努尔哈赤之后就识一位皇帝 从这里呢 就可以上方程了 这个方程啊 周长是三百七十米 真正的具有这个长的功能 高度呢大概是五米 每个角上都有角楼 我们沿着这个方程上的马道走一圈 可以看出月牙状的 这个哑巴院 月牙型的造壁 这造壁后面就是金杠门 下面就是地拱的 现在我们要着走一圈呢 这是保顶 保顶里埋葬着努尔哈赤和那的皇后妃子们 具体有多少个人 有人说十个 有人说更多 但这已经是一个秘密了 在地宫未被开启之前没有人会知道 是什么 好 我 我 以前 是什么 是什么 我 是什么 我 有什么 不是 是什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